如果怀孕的妇女出现了腰痛 大多是因为我们腹腔的容积的增加 对我们盆底肌肉的一个刺激 而且我们腹部的因为不断的蓬龙 所以我们腹肌变薄被拉长 是我们的核心肌群的这个能力下降 所出现的腰疼 那么怎样缓解呢 我们呢做腰部的按摩 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做扣打这样的动作 避免引起流产 我们做腰部的按摩 我们做腰部的热敷 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这个腰部的肌肉力量的一个增强的一个训练 都可以缓解我们腰部的疼痛 而且呢我们可以用体位的变化 比如说呢我们站的久了 我们臀我们整个腹部呢向前凸 我们的骨盆前行 我们站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手呢可以抱着自己的肚子 使这个重量呢拖到我们的手上 对腰部的肌肉呢减少一些负担 我们呢还可以呢侧卧位 使我们的腹部的负担呢放到床上 我们肌肉的能腰部的肌肉的这个需要的工作量呢 就会显小也会缓解腰部的疼痛 当然呢我们要是做一些局部的一些针刺的话 建议呢除非有特别经验的人才能做 如果要特别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 不要去做针灸这一类的有可能引起流产 引起子宫的收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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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